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天是9月19日 我現在在APM五樓潮館等著喝下午茶 因為潮館有七節,下午茶 原來他們早茶還有六節 時段就是星期一至星期六 早上7點至11點 星期日和公眾假期就是早上7點至9點 我們現在拿到位了,進來 原來有很多市民在喝茶 我們看看芯子的價錢 我們看看芯子的價錢 現在來了一個祝新碗仔翅 但是不起上來,很稠 那個稠度已經超過了 口感,感覺不太好 味道就像一般的碗仔翅 金菇牛肉腸的味道很不錯 而且它的牛肉不會很碎 而且是牛肉粒 而且吃起來很綿 口感不錯 可能是潮式酒樓的關係 杯子很小 對於我喜歡喝茶的人 對於我喜歡喝茶的人 是不斷地針茶 櫻花蝦煎薄餐 它煎的金黃色剛剛好 不會太焦 入口呢 有些焦香脆的味道 都不錯 還有很多櫻花蝦 潮傘蝦 它的皮很薄 裡面有圓隻蝦 蝦都幾大隻 還有都幾彈牙 感覺是很新鮮 非常之不錯 這裏一共是六款的 汕頭小吃 這個是魚頭片 味道都OK 還有魚蛋的味道都可以 這一件潮州小吃 裡面的餡料是 蓮蓉 花生 和芝麻 混在一起都挺好吃 還有外面的質感 都很硬 蓮蓉的甜度 剛剛好 不是太甜 其實這件小吃 有點像鍋貼 簡直是鍋貼 我當它是鍋貼 都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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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的邊 有少少少焦香的味道 有少少少韁 十分好吃的 這件小吃 裡面有一些韭菜 還有有些肉 咬下去 有少少韌韌 還有味道都很好 很不錯 這半件小食 裡面的餡是芋泥 外面煎得少少焦香 芋泥不會很甜 是微甜 很好味 潮州糯米卷 裡面有很多糯米 它不會鬆泡泡 是很充實的 而且口感很軟 非常之好 奶黃馬拉卷 口感很鬆軟 而且奶黃很濃郁 很香 潮州糯米果 入口很鮮韌 再加上裡面的糯米 很香滑 很綿 很香滑 今天的點心 上台的時候 都是熱辣辣的 潮半這條片 分享到這裡 臨走前 請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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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